台灣今年的數字是44428人 其中有103人離開我們 北京今天的數字是1加2 大家好,我是好威,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時間是2022年的6月28號 星期二 首先好威要講一下台灣的狀況 再講一下目前好威在北京的生活 台灣目前總生病的人數是368萬6338人 是屬於一個生病的狀態 那從2020年開始 大家熟悉的這件事情累計 離開我們的人數是6448人 離開我們了 目前生病的人數 接近台灣人口的15.35% 跟昨天的15.17%相比 上升了0.18% 今天在大陸這邊 也有好消息 記得嗎我在6月15號的時候 我提到台灣的新聞是從6月15號的時候開始 放寬入台灣的防疫政策 縮短居家隔離的時間為 3加4 3加4 也就是 3天居家檢疫 檢疫完了之後 再接著4天的自主防疫 今天在大陸這邊的央視新聞 有發出一條 就是發文的這個時間 是在6月28號 下午的2點08分 內容涵蓋 入境人員 隔離管控時間 從14加7調整為 7加3 那也就是說 7天的集中隔離 加上3天的居家健康檢測 跟以前的版本 放寬了很多很多了 以前的版本 14天隔離的時候 你得用 筒鼻子 筒鼻子好像比較不舒服 調整之後的 的狀況 狀況 7天集中隔離是 捅喉嚨的 我記得我在6月15號發布內容的時候 我裡面我提到了 往返台灣探親 居然要隔離 21天 那其實說台灣 隔離 3加4天 北京隔離 7加7天 一共是21天 那今天 這條新聞 也算是比較重磅一點 我這邊計算機按一下 3加4 加7加3 變成了隔離17天 其實目前在台灣的 居家3天跟自主4天 是比較鬆一點的 大陸這邊也只有要求要集中隔離7天而已 所以相比以往已經放寬很多了 我這邊來念一下這篇內容底下的留言 排名第1的 經過實踐檢測調整的方案 一定非常科學 有1017個站 排名第2的是 我可憐的兄弟 今天應該是14天 最後一天 有477個站 排名第3的是 這防疫規則好 不用一刀切 希望各地都遵守 不要亂加碼 有473個站 底下的內容 大部分都是比較歡快一點的節奏 但是也有不少的網民擔心 擔心疫情在大陸這邊的發展 我只是一個小人物而已 我來自台灣 我也希望疫情能夠早點過去 盡早能夠恢復到疫情之前 人員流動比較自然一點的狀態 那也希望國際的物流以及海運恢復正常 讓大陸這邊好的產品賣出去 也讓海外不錯的產品 能夠賣進來 加快流通 那講一下目前在北京的狀態 我在北京市豐台區的截止至今 是45桶 核酸檢測 我今天沒有做核酸 我昨天是下午做的核酸 所以我今天凌晨才出來的結果 那我今天健康寶 是顯示是零 今天的中午 去大興機場 我接了朋友 回來之後 看到這個 調降隔離日期的這好消息 確實是還蠻開心的 我已經兩年半沒有回台灣了 那身邊也有不少的台灣勞工 是非常辛苦的在大陸這邊奮鬥 也希望疫情能夠早一點過去 大家可以 回家充充電 休息休息 然後再回來持續奮鬥 最後我想說 就是 有人發現我的字幕跟封面改了嗎 這期的視頻的話 好味就簡單的錄製到這邊 喜歡好味的小夥伴 你們可以幫忙點個讚 還想要看到我持續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 我是好A 等一下的話要去買一點牛肉 然後回來 應該會做燒烤 然後再買一點貝殼 炒個花甲 那就錄製到這邊 希望大家平安順心 好好吃飯 明天見 拜拜